其实自己并没有想这个纪录吧 更重要的是每一次比赛 特别像这样的一个大赛 自己都希望全力以赴 包括这一次我也当作 有可能是自己会不会是 最后一次参加这样一个单向 所以我很珍惜 包括在场上能有主动进攻机会 我就尽量多主动 不想给自己留个遗憾吧 我觉得确实这两年 他的这种进步非常大 从去年这个世界比较游戏传体 他们能够进入到四强 包括今年这次试影赛 能够进入决赛 我觉得他还是成长了很多 不光是他的技战术能力 包括整个心理方面也成长了很多 然后这次比赛又能够打进决赛 说明他的这种整个能力 已经到了很高的一个水平 也是中国队主要的对手 当然马龙是一个全球队主要的 没有强力 所以你必须在最高的级 他非常聪明 他会改变很多 你必须要够准备 100%的关注 所以我会更加增加我的技术 我感觉这次的摄影赛并不是我压力最大的 我感觉上一届比这届压力更大 这次比赛从我的这种世界排名来说是历史最低 有可能是我第一次摄影赛还是世界排名第八 所以这次比赛我也给自己起个外号叫龙五 中国队五号 所以我真没想到最后能打到这样 当然 这次比赛的比赛是最好的比赛 当然 这次比赛的比赛是最好的比赛 所以在这下情况下 我真的感觉到错了 所以我当时都行说我是十分之幸远的 我现在的比赛是出最大的比赛 是个厉害者所人的比赛 可是我爱上此所说我突然之间的比赛 所以按这个比赛还要一段时间 我真的很高森要收到高分之后 在这下 del世界的比赛 最后一帮手比赛 从0be1个20代目呢 感谢观看